在美國來看到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前總統川普表示 他願意在九月與民主黨的對手副總統賀錦麗 在不同的電視台進行三次的辯論 川普是他位於在佛州的海湖莊園舉行的 公開記者會 這也是他在賀錦麗宣布副首人選之後 第一次公開露面 川普說儘管民主黨換了候選人 但是他的競選策略是不會改變的 因為這與賀錦麗無關 而是與拜登賀錦麗政府的政策有關 川普相信政策才會決定這一次大選的結果 所以剛剛有聽到川普他已經宣布了 接受九月份三家電視台的辯論邀請 那其中包含了九月十號ABC舉辦的辯論 由於賀錦麗他已經答應了這場辯論 因此確定兩個人會在當天空中的交火 那麼我們來看到呢 賀錦麗他也被問到說 是否接受另外兩場辯論的時候 他表示樂觀其成 根據ABC新聞網表示川普與賀錦麗的陣營都已經同意在九月十號要進行辯論 而賀錦麗對於川普所說的福斯以及NBC的辯論 同樣沒有表示反對 但是他對於記者提問有關川普對他的批評 他並沒有做出評論或者是回擊 我們鏡頭要轉到肯亞來看到首都奈洛比民眾在八號上街遊行抗議 被警方狂射的摧磊瓦斯驅逐鎮壓 本來去平息的示威活動隨著總統魯托帶領了新內閣上任之後再度引爆 警方發射摧磊瓦斯槍炮聲震破天際街道煙霧瀰漫 抗議群眾不斷吆喝訴求 滿街軍警巡邏出動直升機部隊並設下路障 有人撿起瓦斯彈隨地亂丟場面混亂 事發在肯亞首都奈洛比民眾發起八八遊行 要求總統魯托下台 六月時因為當局的增稅法案 讓民眾抗議總統辭職 但如今因為魯托帶領新內閣上任 讓年輕人重返街頭 我們未來看到黑暗 如果人們能組織 只要求正確 他們會被擁擠用鐵氧 有一派人認為抗議過程平和 警方卻提前大陣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Ks blow your care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給買水嫩